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三个话题 第一就是缅甸与泰国 第二就是想讲关于泰国的精英签证 第三就是讲关于整体在东南亚退休 我想给大家看看 首先就是如果你是持有香港护照的人 如果你是去泰国和缅甸 你是有30天的免签证的 这个是几年前的事 但是我今年2023年去泰国的时候 泰国的免签证就是45天的 为什么我在这一集里面 是提到缅甸和泰国 这一件事与泰国的精英签证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如果大家是不了解的话 泰国的精英签证是一个五年期的签证 只要你是付出17万港元给泰国政府的话 他就是给你留在泰国五年 这个签证最主要是给50岁以下的人 因为如果你是50岁或以上 你可以申请泰国的退休签证 就是不需要付出任何的钱的 我个人就认为泰国的精英签证是不值得的 第一点就是说 我虽然是很喜欢泰国 但是我觉得住在泰国五年间 就会有点满的 我个人就认为可以住在泰国一个月 或者45天 跟着就走去缅甸 一段时间 跟着再回回头 我想提提大家 20年前 我是经常由泰国去缅甸的 跟着即日来回泰国的 20年前 如果你这样的做法 泰国的入境处 是不会问你问题的 但是现在来说 如果你是离开泰国 去到缅甸 跟着即日回到泰国 他们一定会问你问题的 因为最主要就是泰国政府 是想你在泰国 逐签你的那个签证 因为你每次逐签 他们政府也是得到钱的 所以这是钱的问题 简单地说 我个人就觉得 你长时间住一个国家 都会是有点闷的 所以我个人就因为 应该是 每一个月或者每三个月 是转一个新国家 我知道很多人听到缅甸这个国家 都觉得是很危险的了 缅甸 说你不信 我是 911事件 第一次去到缅甸的边境 那里就是 金山国 就是泰国 就是泰国 缅甸和老沃之间三个国家的边境来的 那我之前也都是经常去泰国的北部啦 所以我会经 背着这个边境 就进去缅甸的 这个是说的20年前 也想提醒大家 缅甸和泰国之间 是有 四个边境的 最北部那个就是 Messi 如果你由Messi进去缅甸 对面那个 阵就叫做 但是你这样进缅甸就不能够 陆路去到全国的 其余的三个关口 在位于泰国的西面 这三个关口 如果你进了境就可以 陆路去到全国的 而最近曼谷那个边境就是 Messi Messi对面就是 Miawadi 就是在缅甸那边 那我 我觉得 很多人会听到新闻都觉得缅甸是很恐怖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政治的问题 只是涉及到他们 当地人的 如果你是不参与他的政治的东西 你是完全什么问题都没有的 那我就想 比较一下 泰国和 缅甸 如果你问我 我心目中 这两个国家之间 我会喜欢哪一个呢 我老实跟你说 我是七成都是喜欢泰国多一些的 但是我也都有三成是会觉得 缅甸是有些东西是泰国是没有的 那不如我们看看缅甸 有什么东西是比泰国好 第一件事就是 缅甸 是多些大自然的 那大自然多 树木多 好自然就是那个天气是比较凉爽的 第二点就是 缅甸是比较少 游客的 始终那个感觉是 很不同 因为你就算你去缅甸的首都 你是很少机会 碰到其他 游客的 就是 你知道泰国 不是有一个 曼谷不是有一个 很著名的那个 那个 皇宫的 那你去到那里就是 整堂 游客的 其实仰光都有 同一 同一类型的佛教的 皇宫的 但是他那边就全部是当地人的 第三点就是 如果在缅甸来说 外国人比较少 那他们对外国人就有些好奇心 如果在泰国来说 当然泰国人就不觉得外国人有什么好奇 第四点就是如果你是很喜欢宗教的东西 我觉得 缅甸是比泰国更有这个 那个 宗教的那种 感觉 第五就是我觉得缅甸的人是比较 单纯一些的 始终他们接触外面的世界是少了 那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 都是宗教 这一样东西 所以他们是 更单纯 就是更乐意去帮外国人的 第六 说你不相信 但是缅甸人那个英文程度 是比泰国 高的 至于是什么理由 我想到两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因为 缅甸是前英国殖民地 第二就是缅甸有大量的 印度裔的人 那他们 印度裔的人本身那个英文程度是 是 比较好的 好了 看看泰国 又有什么是 好过缅甸 第一就是 泰国那个交通网络 无论是马路或者火车 都是好过缅甸的 缅甸如果你在缅甸陆路旅游 我可以告诉你 里面那些路是很差的 第二点就是泰国是更方便的 因为你在泰国你走出街 就是走两三百米就一定有 七十一的 第三泰国的 食物比缅甸好 其实我自己也喜欢印度餐的 但是缅甸的那些餐就很受 印度影响的 也是辣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缅甸的东西 是真的不是那么好吃的 接着就第四点 第四点就是 泰国是比较多夜生活的 无论是 去disco 去club 出去晚上按摩 泰国是多这些 而缅甸 真的晚上 可以说是没什么做的 然后 最后一点就是 你不相信 我觉得泰国是比缅甸便宜的 可能因为泰国的交通网络好 所以 感觉上就是说 在时间上 你由A去B 在泰国是 快点 所以 我觉得泰国是便宜的 而且因为泰国的交通网络是比较好 当然他们 物流方面 是 好点 所以 很自然 很多东西是便宜的 那我说回整体在 东南亚 退休这个问题 我知道 我和 我和观众有点不同 因为我 二十几年开始 已经是去 不同的 东南亚 国家的 老实说 说一句 我 不会 喜欢住在泰国五年 我亦都不会喜欢住在马来西亚五年 我亦都不可以住在越南 美国 德国 五年 所以对于我来说 泰国 与马来西亚 和印尼 那些 那些退休签证 对我来说 不是那么吸引的 因为我 自己觉得 住两个月跟着改变 各国家都可以的 如果你这样的做法 就是旅游签证 你可以 可以每两个月去不同的国家住的 是的 那 至于 缅甸和泰国之间 刚才我刚才也说过 关口是有三个 三个可以就是你由六路进去可以进到全国的 而且泰国和缅甸之间 那些飞机是 大概是300元港元 一程的 大概是50分钟 如果由仰光到 曼谷 是的 那 我自己 我自己就认为 除非你是 80岁 行动不方便 可能你会住一个国家 既然如果你是 走得走得 我觉得 你住 一个国家两个月跟着又去另一个国家不是问题来的 整体来说我认为很多人就对缅甸会是有少少偏见的 那么 在东南亚国家来说 那么多国家当中 其实我相信香港人是很少去缅甸的 因为始终 一般人去 东南亚都会去泰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的 我明白有很多人对缅甸是有一个负面的 印象的 但是我很肯定告诉你 在缅甸就算你是没有VPN 你一样可以上网 可以看到YouTube Google Facebook 不是一个新闻封闭的国家来的 我不会觉得泰国是完全比缅甸好 那所以如果你是未扮一个精英签证的话 而你是不够50岁 你可以考虑 刚才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方法 就是泰国 45天跟着走去缅甸 一个月 如果你 如果你是在 泰国离开了泰国一段时间再回到泰国 泰国的 入境就是不会 质疑你这么多样东西的 好了这一集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 非常 我 我 我 不客气 入境